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佛 大家好,欢迎再对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好,邱医师想跟大家谈谈 脂肪肝除了自己保养 避免它发生或者让它能够靠生活的调节来改善以外 有没有方法来治疗脂肪肝 首先治疗脂肪肝在我们医学上来讲 一定要先知道它发生的原因 那在脂肪肝发生的原因这边 医学上来讲有一个双冲击的理论 就是两个impact,两个冲击造成的 第一个冲击就是胰岛素抗性的产生 胰岛素抗性,什么叫胰岛素抗性 就是你对胰岛素不敏感 胰岛素虽然有分泌 但是你的糖分不会进到细胞里面去了 好,这个叫胰岛素抗性 胰岛素抗性一产生以后 细胞无法利用糖分作为能量来源 它就会去燃烧脂肪 结果细胞都利用脂肪以后 就产生了很多脂肪酸还有酮体 脂肪分解成脂肪酸之后 太多了就会流到血液当中 血液当中大量的脂肪酸循环到我们的肝脏以后 就会进入到肝脏细胞里面 进入肝脏细胞里面以后 就在肝脏当中形成脂肪的颗粒 这就是为什么脂肪肝 可以在肝细胞中看到很多脂肪的泡泡 第二个冲击就是 当这些脂肪酸进到肝细胞当中 肝细胞当中很多的脂肪以后 肝脏细胞开始变性 肝脏细胞变性以后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把它当成可能是外来的细胞 会攻打它 引起了肝脏的发炎 肝脏发炎以后 细胞就开始受损 受损修复 受损修复就产生了纤维化 最后演变到肝硬化的发生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谈谈 那脂肪肝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很多人想问 我有没有脂肪肝 我怎么知道 通常脂肪肝多半都没有症状 如果有症状 代表肝脏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发炎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全身无力 倦怠感 食欲不振 甚至会有上腹悶痛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从影像学检查 可以看得出来 多数人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 因为做例行的腹部超音波扫描 发现到它有脂肪肝的现象 好 那如果验血呢 也会发现 假设你的肝已经开始发炎了 这个时候呢 你的AST ALT 所谓的肝指数就会升高 同时呢 脂肪肝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AST 比ALT 会小于1 也就是ALT 升高比较多 AST 升高比较少一点 这样子的状况 最后啊 跟大家谈的是 脂肪肝啊 用什么方法治疗最好 其实邱医师跟大家报告 目前的医学上来讲 脂肪肝最好的治疗方法 就是控制脂肪 如果你有过重的问题 就要赶快减重 减重是目前医学上认为 最有效能够改善脂肪肝的问题 当然啦 邱医师在别的影片当中 跟大家讲过 饮食当中要注意三多三少的问题 哪三多哪三少 请你去看一下我之前 影片当中所提的内容 但是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最好能够把体重控制 即便你现在体重是接近标准体重 你呢也能够再降一点点 对于你的脂肪肝也会有改善 那减重的速度不要太快 一般来讲呢 大概一个礼拜 减0.5公斤就可以了 减太快的人呢 其实有时候对肝脏 反而会有无力的影响 减重是真正有医学实证 被证实真正有效 而且安全的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只要你搭配适度的运动 把体重控制好 通常会发现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肝脏的发炎情况就会改善 肝脏的组织结构也会变得比较好 那么生活品质也会跟着改善 胰岛素抗性能也会慢慢的变好 年代的你的生活品质也会跟着改善 那你可能会问邱医师说 那我能不能吃一点什么药 来帮助我脂肪肝的改善呢 其实很抱歉 邱医师要跟大家讲 目前的医学上来看 没有什么药物是真正能够治疗脂肪肝的 大概叫你去买什么来吃的 都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 尽量不要轻易的受骗 因此不建议用药物来作为治疗脂肪肝 的主要的方式 好虽然如此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资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维他命E这个东西 2012年呢 美国肠胃科医学会 曾经建议用维他命E来治疗脂肪肝 后来有研究发现说 高剂量的维他命E 反而会增加死亡率 所以呢目前不建议用维他命E来治疗 还没有产生纤维化的脂肪肝 只有建议使用在纤维化 肝脏纤维化很严重的病人身上 第二个胰岛素增免剂 胰岛素增免剂刚刚有提到了 脂肪肝有双冲击理论 里面第一个就是胰岛素抗性产生的冲击 胰岛素增免剂可以改善胰岛素抗性 但是因为副作用太大 所以也不建议拿来使用 第三个是心血管疾病的控制 刚刚讲说脂肪肝不建议用药物治疗 可是如果脂肪肝合并有高血糖 或者高血脂的问题 这个时候用药物来治疗他的血糖跟血脂是可以的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最后一个还是回到老话了 就是要避免酒精的摄取 希望以上分享的讯息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另外呢 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 2021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呢 刊登了一篇论文 题目是 Semaglutide皮下注射 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炎治疗的 随机对照研究 Semaglutide是一种 GLP-1的 也就是以前邱医师跟大家谈过的 减肥比的成分 他的中文呢 是叫做 类生糖激素生态第一型刺激剂 本来呢 这个是用于糖尿病的治疗 但是近年来呢 发现他对于减肥啊 也有相当的成效 台湾上市的叫做 扇仙达减肥比 扇仙达的成分是 Lyraglutide 跟这篇论文的Semaglutide 其实成分是类似的 那这篇研究呢 让患者每天注射 Semaglutide的0.4毫克 结论是 可以显著缓解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并且避免肝脏纤维的恶化 肝脏纤维化的恶化 也就是说 减肥比的注射呢 可能可以改善脂肪肝 以及脂肪肝 引起的肝脏纤维化 好 果真如此的话呢 则减肥比呢 可能在减肥以外 又多了一个脂肪肝的效果了 好 以上的讯息呢 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就叫胰岛素抗性 胰岛素一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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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抗性一产生以后 细胞无法利用糖分作为能量来源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